我是郭苏彤 我在电影《谁的青青不迷茫》里 饰演林天娇 林天娇是一个学霸 刚开始是一个死笔书的 我想考清华大学的金融转变 说我的目标里只有读书两个字 你也是好学的 怎么说呢 当你想说自己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性格 我现在对于林天娇来说就是这样 因为就完全生活在她的世界里 其实这一段林天娇 它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的 你们可以想想刚才你们自己演的 其实那天来青芒面试的第一天 投简历我跑了三个组 这是最后一个 是新人嘛 你可能跑了十个组 有一个组会觉得你还OK 但是可能也不会给你打电话 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来 好 停 好 第二个组 一开始 我们选天娇的时候 我们见了有多少女生 每天都在pass 郭童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 我一开始对她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但她演第一段戏的时候 我一下眼睛就亮了 我觉得我可以让她去试一下 看看她到底怎么样 当你觉得你自己有希望 你开始内心的负担就多了 可能我去厦门的时候都没有定下来 就是所有人都在说这是在考验你 我妈每次都对我说我是全家人的希望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能让人去带路的演员 让她去成为这个人之前你首先得让她去理解这个人 就是天娇这个人物的起始 是我高中的那个时候的样子 特别要强 其实内心里面有自己的愿望 但又不敢说出来 可能明天要的一举一度一平一笑 导演自己都很有分寸 所以让你加了一个啊 你别把这个忘了 不然每一条都会这么费气 这不行 这个不要啊 一场戏拍了三十条 然后就那天在车里 我就从头哭到位 就是那种痛哭 我觉得我演的现在呢 我觉得她可能应该是这里面 几个演员里面最痛苦的一个吧 因为整个戏都是在讲这个女孩的变化成长 她一定要成为这个人物 所以她进入这个角色过程 可能是她一次褪皮的过程吧 所以我要看得特别着急 您听讲有多少场 您有一百多长期啊 有很多人在质疑你 你之前的那个演法是有问题的 它一定是很崩溃的 崩溃 让我崩溃 就可能你一个眼神不对太慢了 来来回回这样 反正这个点不对 节奏不对 从来没觉得我演戏这么困难过 十六条 分级十条之内啊 自己练一点啊 嗯 我们是用就一张啊 让谁来 直接来吧 直接来 直接来是吧 好 预备 开始 我也比较欣赏她一点是很能坚持 一个年轻演员 她能担负起这个重担 而且开机前 其实都是二选一的一个状态 她能很坚强的 然后坚持到最后 对一个年轻演员来说特别特别不容易 真正付出的很多 我们其实拍几戏 她连拍了十个小时左右吧 动的感觉自己掉下去 看着刻心 她经历了种种困难 心里的不舒服也好 自己的自责也好 最后成年的效果都是不错的 是值得的 看那个 她的那口气 那个挺好的 我很感谢她 很特别特别感谢她 之前我觉得导演对我要求很严格 然后严格地让我喘不过来气 但剪出来之后 我去看真的是导演的把握很细腻很准确 她对我表演上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 我相信她一定经历过一段非常非常迷茫的时期 但是我一定要看到她坚强地从那个迷茫期走出来 我走过来 但是是让我更加坚定了 乌云总会散去 人总会长出心壳 女总会出血 我叫王赫润 我在《谁的青春不迷茫》这部电影里 饰演的是陆甜甜 她爱美 早恋 有的时候很天真 很单纯 还有自己的小看命 欧小杨 从现在起就是我男朋友的 还有自己的坚持原则和抵抗 是一个挺丰富的女孩 我觉得我演她的时候 把她的很多魅力都赋予了我自己 看在下面那点 好 我在那个咬线 这是开线吗 好 我看看 嗯 我就是来剪个头子 我们当时确实在写这段戏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真 我们不想着给她戴一个头套或者做一个CG的假头 我在之前也特别纠结 父母也不同意 家人也特别担心剃完之后能行吗 啥样子 甜甜 你一定要笑过东西要动作 当然对你来说肯定非常难 那我们相信她 甜甜一开始头发很长 她一开始来试习的时候 那个头发很厚然后很漂亮 先做头 拍之前看了她偷偷自己哭了 然后想赶紧先把那个礼物送给她 剃完了就能带了 对啊 你又不用带了吗 对吧 你终三次的A机 好 来 准备 剃吧 这个时候其实笑机已经一直在往下了 因为真的很难过 这种难过是生理上带给你的 好 停 停 我们不能哭啊 不能哭 要笑 好 调整一下情绪 再来一遍 然后再推 然后最后推完那一下子 就心里就空了 一下子就不知道我是谁呢 她的眼神里面去传达的那种东西很准确 我觉得她做得很好 很坚强 然后演得也非常好 好 来 大家得推荐鼓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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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时间 挺好的 挺好的 我好想你 然后我第一次知道 人生中也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 就是笑比哭还难 在这场戏里面 怎么那么不能啊 这边就是 我听到